大家好 歡迎回到LiveGentering 之前我拍過一條影片 講菲林相機 之後也有很多人問我 這部機好不好啊 你有沒有用過啊 適合新手用啊 所以今天我就想 講一下究竟 新手買機需要注意什麼事項 有什麼相機 是特別適合新手用的呢 第一件事就是 那部機最好是一部輕便便攜的機 因為新手通常都是 培養著興趣 如果這部機太重的話 可能就會減低你想拿它外出的耳肉 有些機看上去很漂亮的 但因為是古董機 所以就會很重 很大部 變相拿出來的時候 就會很不方便 第二就是這部相機的大小 如果新手的話 通常都是拍攝街拍為主 比較少 你無緣無故 經常會有一個模特兒給你拍 一部體型小一點的機 所以就會令到你好像沒有那麼尷尬 在街上都不會害怕其他人怎樣看你 第三件事就是這些相機用什麼格式的菲林 可能新手不會怎樣留意這件事 但其實菲林是有幾款不同的 例如是135的負片菲林 亦都有120 它們所用的相機是不同的 而135的菲林相機 其實總量多很多 亦都比較廣泛 它的曬照價錢也會比較便宜 所以你就可以拍攝多一點 慢慢培養這個興趣 第四件事就是 新手其實需要考慮自己拍什麼相片 在哪裏拍多一點 譬如如果你是 喜歡拍夜景 拍星星的話 可能你就需要選一部有長部功能的相機 或者如果你是喜歡拍藝術感重一點 可能就需要有重部功能的相機 又或者如果你經常都是在室內拍的話 可能就需要考慮有閃光燈的相機 所以這些種種不同的攝影習慣 都會影響到你需要這部相機的一些特質 第五件事就是 最好選一間 是由保養的 菲林相機店去買機 這樣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買的菲林相機 很多時候都是二手機 或者是股東機 它們可能已經有人用了一段時間 你未必發現到它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問題 但是拍下了 可能拍一次沒有問題 可能要拍幾次 或者拍一個月左右 你才會大概發現到它有什麼問題 這些其實就算你是拍了一輪照 可能你都未必懂得分的東西 所以做好都是找回一間有保養的店去買機 那說完這五點之後 我相信都會令你蠢蠢欲動 很想去快點找找哪一部相機適合你 那最近我都默色了一部機 我覺得是挺適合新手去考慮的 那就是它了 它就是Codec的M35 那這一部機就是一部可以換菲林的一部傻瓜機 那我首先講一下它一些基本的規格 那它是用135菲林的 Iso可以用200或400 它的鏡頭是31mm 光圈是10的 那其實有一點小的光圈 那所以它就配上有閃光燈 那它的發門速度可以去到120分之1秒 那也是手動過片 用AAA電的 那它的特質就是它真的很輕身 就是100g 而且它的外形很討好 所以對於新手來說都比較適合 因為你培養一個興趣的時候 很需要你去喜歡一件事 另外就是它的價錢很便宜 它只是179元而已 那有些人都會說 其實你可以去買那些積氣的菲林相機 拍完一次直接拿去曬 那我自己就覺得那些積氣的菲林相機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接觸過菲林的話 都是可以試一下的 因為它會讓你感受一下 菲林拍出來的感覺是怎樣 但是因為它真的沒有什麼可以教的 那些積氣的菲林相機 而且也不是真的很有質感 好像你拿著一部相機那樣 那所以我自己就 個人偏好就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買一部相機 始終都是一部相機 似乎一部相機的 那可能你會想 那如果買了這部相機之後 之後我又會盡心買其他相機 會不會浪費呢 那因為它很便宜 而來它的外形很討好 那所以我覺得呢 拿它來做攝影道具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 那就不會浪費了這部相機 那我都沒有想試一下這部相機 拍出來的效果給大家看一下 希望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一起進入菲林相機的這個坑 那就是這樣了 那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可以跟我說 那我都會 每一個都會看的 那另外呢 可以follow我的IG 跟我聊聊天 記得like我這條片 share 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